小语 小语 弟弟拉了 去给弟擦屁股去 快去 去 快 人在那儿 都有水 泡上 小语 那语 胃饿了 把那奶瓶从厨房拿出来 快点 快点 小语 拆死你 牛头喝 他憋死你 哭 你再来哭 哭 我立马外赶出去 把地震药锹子醒 快点 谁啊 来了 赶紧醒 来了 田工程师 你看 小语这孩子吧 他吃东西 他 他就没给我哥鸡宝 他刚吃完 又要吃 我怕他吃坏肚子 说他两句 你看他还哭了 冬嫂 就别骗人了 我们刚才在门口 都看得清清楚楚 是啊 这位大嫂 都是自己的孩子 你应该一视同仁 不能心疼这个 嫌弃那个 你也太偏心了吧 要倒是自家的就好了 就不会这么不懂事 不听话 冬嫂 我每个月给你 二十万奶花费 你到处打听打听 有谁能出这么多钱 我没有别的要求 就是想让你给小语 多吃点细量 可你一点都舍不得给他吃 我给小语买的衣服 你不管大小 都给自己的孩子穿上 你看小语的衣服破成啥了 他才五岁啊 你就像使唤大孩子 那样使唤他 人心都是肉掌的 你这么做 你不觉得亏心啊 田工程师 您别这么说 这钱 我们还不想挣呢 这三天两头的 上面都有人下来查问 问小语他爸爸 有没有跟我们联系 有线索 让我们马上向上面汇报 你想想啊 我们为这孩子 我们单了都打风险啊 这说不定哪天啊 还敢把我们抓进大牢呢 你要是觉得 我管孩子管得不好 那你现在立马就把他带走 你看我拦不拦你们 小语 过来 老总 你也不能这么做啊 田叔叔 田叔叔 小语 乖 叔叔给你吃糖 田叔叔 我想跟你走 田叔叔 我想跟你走 等你能上学了 叔叔就借你回去 好 来 小姐 我这还有一块档 给 拿着 护士 这小调月 买麻烟 您数一数 不用数了 这么多年 我还信不过你吗 这是一包饼干 一包蛋糕 不是不让你把孩子吃 多少也得让小语吃点 你看他都说成啥了 天工程师 瞧你这话说的 我没虐待他 他吃的比我还多呢 他就是不长标 一文大哥 走了这么半天了 你还没有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觉得小语长得像谁 小语像谁啊 俗话说 执女儿随姑姑 你没觉得 小语长得像你吗 你是说 我是小语的姑姑 小语是我哥的女儿 对 虽然 我是国民党党员 就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 但是 让我干这种危害祖国 违背良心的事 我真的是于心不忍 我也绝对下不了手啊 可是你知道吗 台湾军方已经把我的妻子 还有我的两个孩子 看守起来了 我在运营牛匡 还只剩那最后一件事情 放不下来 所以恐怕我得拜托你 三个兄弟俩还说这都干吗 什么事 前年我被公司拍摸台湾时 我妻子正好剩下女儿小语 可是她又没有买水 我只能带走两个大的 就把小语留在这儿了 托付给一家奶妈 然后出钱又人间抚养了 上次你哥回玉门 本来想把小语带走 但走得太匆忙 连看一眼孩子都没顾上 就把小语托付给我 让我帮她照顾 我有件事儿了 想跟你单独谈谈 哥 我们之前说的话 没有一句是见不得人的 那就算了 怪不得上次我见到我哥的时候 他说有事情跟我说 但是看到有旁人在场 又不说了 原来 原来我哥的女儿在郁闷 不行 徐叔 徐叔 你这是要去干吗 我要把小语带走 你一个人 你还要上班 你怎么带孩子 我给他换一家保姆 你知道一家保姆 一个月多少钱吗 要十五万块钱 你一个当兵的 一个月才几万块 你顾得起保姆吗 可是那家保姆 也太不像话了 是啊 我知道这家人 对小语不好 后来我找了几十家 但你听说是你哥的女儿 谁都不敢接这个茬 怕承担政治风险 惹是非麻烦 这董嫂 是小语从小的奶妈 所以才没好意思 硬把小语往外推 薛如 我带你来这个女儿 并不是为了让你们固执相认 是为了告诉你 你不适合在玉门工作 你要留在玉门 难道你就不管小语了吗 你要认了小语 你说你和你哥划清了界线 有人性吗 你问大哥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不想离开玉门 我也绝对不能不管小语 你说 有没有什么 两全之计啊 我要有两全之计 就不会劝你离开玉门了 就不会劝你离开玉门了 你是说你还有一个亲侄女儿 被你哥哥留在玉门啊 是 她叫小语 今年才五岁 这几年一直是一文大哥 给她出的服御费 天哪 来 喝口水 坐坐 你要这么说 田工程师还挺讲义气的 是啊 一文大哥真的很讲义气 你 田工程师还挺想义气的 我现在如果不赶紧把小语接回来 心里特别地过于不去 这事你跟杏国说过吗 这事我还没跟杏国说呢 田工程师还挺有意儿的 咱们刚刚来玉门的时候 杏国就跟我讲 我们刚刚改变成了石油诗 外事开头难 肩上的担子很重 所以 暂时不考虑结婚的事情 我也就 没跟他说 所以 我许过你这个性格 你就是心思太重 考虑太多 你老怕给别人添麻烦 你跟杏国都已经到了这一步了 眼看就成家了 那两口子过日子就得互相依靠 你有事不跟他说你跟谁说 走 来 咱们啊 去高高点找石英国 你不然不好再说 我听你说 你好 再见 杏国 你们俩来了 快快快 来 来 来 坐 坐 学习上了 别提了 还学习呢 就这份材料 你自己看看 全是这个外国字母 我中文还没认权呢 我这根本不认识 我标志出来 您给我翻译一下 什么意思啊 先不说你这个 我跟许游来是有事找的 这会儿了 什么事比我学习 石油技术还重要 你快快给我解 这个事就比你学习技术重要 那你说吧 许游工具 我说 信光 嗯 一文大哥他找了我一趟 找一块什么 他劝我不要留在郁文有矿工作了 我就知道没好事了 你不能听他的啊 这个人 思想有问题 思想反动 他凭什么不让你留在郁文有矿工作 他就是不想让部队扎根郁文 不能听他的 你先别着急 也许把话说完嘛 事情是这样的 我可能 政治上面会有些麻烦 我哥 还有一个小女儿 一直都在郁文 现在在一个奶妈家抚养 那你能确定这个小女儿就是一个女儿的亲生物吗 我非常确定 这样 咱们两个 马上要组织打结婚报告 把这个孩子接过来 跟他们一起成功 好 可是 有一件事情我得跟你说清楚 你说 因为我哥的身份非常特殊 所以有很多人都不愿意抚养这个孩子 他们都怕政治上会惹上麻烦 我明白你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哥不必担心 你哥呢 是你哥 孩子是孩子 孩子不牵扯政治 再者说了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革命军人 我们收养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怎么了